大家好 欢迎使用ETH MPI 一看我模块 今天我们先讲第一节 通过网线和PRC直连 好的 我们现在把PRC插上 我用的现在是DP口 直接插的是DP口 CPU的DP口 然后把网线插上 通过网线和电脑直连的时候 需要用交叉网线 我们把交叉网线现在插到ETH模块的网络接口 然后把另一端插到电脑的本机网卡 好 我们现在打开设备管理器 我现在用的是温期系统 我建议大家也要用温期系统 因为SP系统是单通道的 假如你在使用的时候 SP系统的时候 使用本地连接的时候 就是通过ETH模块 直接和电脑连接的时候 需要禁用网上连接里面 所有的其他的 除了本机网卡以外的其他任何连接都要 因为SP是单通道的 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用温期系统 看一下 这是我电脑里面的无线网卡 这个是有线网卡 这个是USB的无线网卡 因为现在ETH模块和CPU是直连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用到锐利PCIE这个有线网卡 我们要记录它 这个是我本机的有线网卡 好 我们现在打开 网上连接 这个就是我的本机的有线网卡 好的 现在选GCP IP 我来选IPv4 看一下 我们在说明说写的很容易 通过直链的时候 需要设定IP地址 把IP地址 把电脑的IP地址和模块的IP地址 设到一个IP段上 就是前三位相同 后一位都相同 我们的说明书写的是 莫名是 某块的IP地址是192.168.1.10 现在我们把本机电脑 IP地址可以设成23 36 45 都可以 我们说明书写的是100 那我现在就设成100 为了和说明书同一性 这个地址不要设成1 也许1是网关的 不要设成10 10是100是模块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都可以设 我现在打开游览器 先不要 先开游览器 我们先不连机 我们先看一下 模块 模块 外壳上 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 本机默认的设置IP 默认的设置IP 就是在网页的 IE浏览器里面 输入192.168.1.22 就是这个IP地址 这个 输入IP地址以后 会进到 一个设置页面里面 这个页面 就是设置 ETH模块的页面 好 我们现在 参数设置 可以看到 ETHMPI通讯转换器的IP 这个就是ETH模块的IP地址 默认是192.168.1.10 如果您通过网线直连 或者通过路由器 形成无线局域网的时候 无线编程的时候 这个地址是不需要改编的 如果您现在使用的是外网 必须把这个地址 变成您外网的IP地址 这个Mark地址是不用改编的 其他这些不用动 不要管它 一定要注意 就是第一个选项 这个IP地址不要搞错 我们现在是直连的 因为直连的时候 本机电脑设程 192.168.1.100 所以说我们这个IP段 要和电脑的是一样的 模块的是192.168.1.10 提交 然后就出来一个 波特律检测的页面 它现在检测好的 通讯状态OK 然后占地址是0 波特律是1.5兆 我们现在用的是DP DP连接的 所以是1.5兆 好 其他的就是通讯状态 还有产线输入 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现在第三步 需要安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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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的通讯参数 就是模块的通讯 接口参数的这个软件 就是ETH MPI 就是这个软件 好 我们现在 运行 如果现在360 出来阻止的话 我们一定要点添加信任 允许这个程序 或者会安装不上的 360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 都会爆冰毒 请大家注意 好 点安装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这个电脑里装完了 在现在再安装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空气滑 就是成功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通通讯前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做好了 好 现在我们打开电脑软件 点击选项 设置PGPC接口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 这三个通讯参数 就是我们刚才安装ETH MPI 模块的通讯接口软件 所产生的通讯参数 第一个是自动 OUT 第二个是DP 第三个是MPI 我们 我们平时通讯的时候 选OUT 自动就可以 然后点属性 这个地址 一定要贴写正确 这个地址就是ETH 模块的IP地址 默认的就是192.168.1.10 好 我们再先测试 OK 已经测试成功了 好 现在的使用方法 同有线电缆完全相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访问节点的时候 它提示ProfitBus 2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DP接口 好的 现在速度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ETH模块 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好的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 好 只看一个 误画 MX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